这座庙宇已有350年的历史 相传在康熙年间台南时逢大水 在安平港之流有一块青底石浮现 神似观音 据说是从南海普陀山漂来 然而却没有人可以搬得动它 经过一番口耳相传 赤山堡的胡剑刀便前去参谱 希望能将菩萨请到赤山堡奉寺 但说也奇怪 此时其实轻轻一抬就上了牛车 然而却在赤山岩浆住了 经过一番问卦 才得知菩萨一流于此 因此便在此奉香 来到六甲 不妨到此 看一看传说中的青底石观音 回味此番神话的精彩 再看传说中的青底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